我妈妈 你今天又提完了 你这为什么前面要还加个右字呢 因为你昨天就提完了 你啊真行 你现在是咱家最聪明的啊 你现在是咱家最聪明的啊 余正生有消息吗 没有 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反正余中生的事我不再管了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而且您想想 他连您都不过来看 说明心里已经没有您了 一切都放弃了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说换成你 你好意思回来吗 人在最难的时候你帮他一把 那才叫帮呢 爷爷 不是我不想帮他 关键是他大哥 他那人真的简直 你管他大哥不大哥呢 找他二姐呀 苏寒姐 我忘了 他跟他二姐关系最好 行了您甭管了 是吧 回头我找机会问他二姐 刚打的粥还烫着呢 热帮子 他们赶紧吃 慢点慢点啊 慢点啊 林三 林三 大哥 怎么样 哥们给你点鸡蛋 绝对给他们挣了吧 鸡蛋肯定是没问题 我想跟你商量点别的事 您太客气了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您说 我呀 想做这批发鸡蛋的生意 从你这批鸡蛋 然后呢再批发给别人 你觉得怎么样 那没问题呀 您赚钱我也赚钱 那行 只是那个最近我这手头 没那么宽裕 能不能三天一结账 别说三天了 一个月也没问题呀 真的 真的 那我谢谢您了啊 您说要多少 我觉得怎么也得一百箱嘛 没问题 那明天早上我来拉了 行 咱们走了啊 慢点啊 咱俩电话联系啊 行嘞行嘞 慢点啊升哥 好嘞 先让我过来啊 好嘞 谢了啊 没事没事 您好 吸鸡蛋啊 那个您让佟姐吧 我是您三儿介绍来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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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开来 你 没事 你别胡闹 你 别啊 你 我 尹冬亦 尹冬亦 我以为你干活的活你臭美呢 快点快点快点 趁热吃了 这小伙太帅了 吃什么 撒蛋的煎饼 这两天吃煎饼吃得点屌子 大哥弄点鸡屎盘了 吃吗 吃 吃 吃 这可是我投资的我跟你说 得得得 花儿 正是八经的 哥们儿今儿这胡子修得怎么样 有没有心 挺帅的 别闹 问正事 咱们俩今儿对于中生会不会太狠了 他不会报复咱们 你放心吧 没什么的从小就怕我 你们别闹 我问你 你们俩什么仇啊 他干嘛老这么贼着你啊 一会儿你太傻风景了 你今儿怎么这么多话呢 怎么了 我就 我想问清楚 特别简单 我把他最爱的女人娶了 就这么简单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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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情况 怎么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能不能有点正型啊 这么着 咱俩回屋 回屋干嘛呀 回屋我一五一十地说给你听 说什么呀 说你爱听的呗 好 那你不干活呢 不干了 好 宇忠生 快来吃吧 饭头做好了 你够手心的呀 真来给我做晚餐了 你看看怎么样 看上去真不错 还没洗手呢 洗个手啊 来了来了 我有点饿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行了 你真会做饭呀 还行吧 对了 那个 我买手机了 那你回头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 什么都知道你找不着 你做得太好 还行的 好 似乎 对了 你明白了 鬼子 是 有点 有点 员 你 不再 hec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什么呀你 这大白天的 你想报仇啊 你要是报仇 我就报警 送你一筐鸡蛋 但有一个条件 从此以后 我跟尹东易的事 你不能再插手了 你真逗啊 俞仲生 你一筐的鸡蛋想收买我 你也太瞧瞧我跟尹东易的关系了 那你想要几筐啊 两筐 行 好 一天送一筐 我们的事呢 你就别掺和了 送两筐 成交 看来你和尹东易的关系也一般呀 谁跟钱过不去呀 谁跟钱过不去呀 慢点啊 这 怎么这么多啊 升哥说了 这箱鸡蛋不要钱 走啦 姐 真不要钱啊 真不要 谢谢啊 东北 备寨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找我二叔兄啊 他是不是在你这儿呢 他没在我这儿啊 你找他干吗呀 没在你这儿啊 我就找不着他了 我所有他来这儿找的呢 他不会是欠你钱了吧 他要欠你钱的话 你找他去啊 我可不负责还 你这话说的 我跟我二兄什么感情欠就欠呗 好事 我不是接了一单生意吗 人要做一套家具 我一人哪做得过来啊 我希望让他跟我一块儿做 有钱大家一块儿挣呗 那好事你找他去啊 我这不找不着吗 我着急啊 没有 他没在我家 真不要 假不要 谁不来见谁呀 你 你在不在 应该让我进去做会儿啊 真没在 没有 你进来 来来 你进来看 我不信你了 我那不信你吗 你进来呀 我就看看你们家装修怎么样 真没在啊 我逗你呢 我那不信你吗 这样 他要是真来你这儿 一会儿你看上去 你跟我说一声 我打一电话 你说我找他有急事 行吗 行 我知道了 师哥 丈议吧 给你沾上垫呢 我就知道你得给我沾上垫 所以啊 我多睡了会儿 让开 快儿 今儿来个狠子 急速把他轻抖抖了 找什么急啊 慢慢跟他吧 他出不了什么幺蛾子 别给他挤对急了 再出点什么菜 倒也是 放心吧 他干不过你 最后 他肯定给你打工 苏涵姐 我爷爷可想他了 你再帮着找找他吧 你有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吗 行行行 那你先忙 回头我再给你打 小川 小川 真的是你爷爷 让你找的 是不是爷爷让我问的 我琢磨着 我自己也得问问 你不是跟我们说 你跟他决裂了吗 是啊 我嘴上说决裂了 可是你觉得我这儿 能控制得了吗 我现在睁开眼睛想 闭上眼睛想的 我到吃饭点 有点想 他吃了没有 这晚上睡觉 我在想 他在哪儿睡的 会不会大晚上 还给人打工呢 我真的我整个脑子 我现在没别的事了 你不跟我说 你昨天约会去了吗 就没有个人 能让你这注意力 分散分散 约什么会 就是一个小学同学聚会 一大帮人乱糟糟的 那女的一晚上 还在那儿聊追星呢 最逗的是我们一男同学跟我说 小川 听说你现在还单着呢 要不咱俩闪个婚吧 小川 你跟我说实话 是你这些同学 真的这么不着调啊 还是你这心里头 除了余中生 压根就没看过别人一眼 你觉得呢 这你还不知道吗 余中生是我初恋 我自打跟他好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上过别的男人 我跟你说这个干嘛 这样 你帮我一忙 你去找马三星一趟 你就跟他说就说爷爷说的 让他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 哪怕翻遍整个四九成也要 把余中生给我找出来 这不用我自己去 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你是不是傻 我这不是给你创造机会 多接触他吗 你今天一天什么也别干了 你就跟着他 他去哪儿你去哪儿行吗 行行行行 他要不带你去啊 你就说爷爷说的 而且还告他 不把大师哥找出来 以后就别踏进我们家门 好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寸步不离 来 喂 探个煎饼 哟 声哥 你真吃假吃啊 真吃 一天没吃饭了bones饿着呢 探个煎饼 真的 三个鸡蛋的 蛮鸡蛋就够了 得嘞 对了 早上的鸡蛋谢谢你啊 你真讲信用 我这人哪 说话算话 明天早上 还会有人给你送鸡蛋的 永远是不要钱 你怎么那么大方啊 这尹冬意啊 你说像你一半多好 他怎么那么抠呢 我正想问你呢 你跟尹冬意怎么这么好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 你们俩没什么关系 不会吧 没什么关系 你这么帮他 真没什么关系 他就租我一院子 租你一院子 干吗 养鸡啊 弄一堆破木头 说是做家具 然后说能挣很多钱 每天都吹牛 咱也不知道真的假 你明天能带我去看看 他到底做什么家具吗 这不好吧 如果你带我去的话啊 浩天 大浩天 大大浩天 我连送你三千鸡蛋 谁跟钱过不去呢 那怎么说定了 但有一点啊 不能让尹冬意知道 成交 成交 成了 你干嘛呢 看看啊 我有钥匙 你早说呀 打开 她在这儿干活 这门能打开吗 对 重要的 是你师傅收藏了那把教书 自从我知道你师父有这把教义 我就没睡过好觉 让你师父把教义卖给我 没有做不成的生意 只是价格问题 尹东野 你这想要做把教义骗文老板 那我得陪你好好玩玩 沈哥 尹东野说这椅子值好几万呢 真的假的 别听到胡说 他能做出值好几万的椅子来 他能租你的房吗 也是 你千万记住了啊 不能让尹东野知道 我来过这儿 放心 我肯定不说 看完了 完了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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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零了 明儿要再输你得给我打工了 万一明天你要是死呢 你皱动我是吧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不干了 他干不过你吧 你也弄一把 快快快快 你也弄一把 你也弄一把 快快快 快快快 快点快点 你也弄一把 你都一一都一 你这不是糟蹋粮食吗 什么糟蹋粮食我先让他滚蛋 你听我说 我之前已经来这一手了 你今儿再这么弄 遭殃的 不止他这一个摊 这整条街都得受牵连 回头没人来这条街买东西 你当时怎么弄啊 都说这条街的东西脏 算了 那不能这么干了 多心意啊 我跟你说啊 鸡蛋罐里的王婆 她要是撒起婆了 婆可吵架不住 我生气 我不生气 行了 我走了 你麻将 我赢定了 我跟这儿耗着干吗呀 回去了 马上上人了 你以为我真的贪剑饼的 回去干活了 来 来了 佟姐 佟姐 搬鸡蛋 走走走 来吧 多少钱 今儿五十 行吗 行行行行 别忙活了 别歇货 搬鸡蛋快点 辛苦了啊 咱接着 辛苦了 不说别的 您说这鸡蛋的价格怎么样 你看别说 还真比别人便宜 明天咱来五十价 没问题啊 您要一百销 我都给您 那来吧 先把账结喽 行 这个呢 是你当初借给我的一万块钱 这个呢 是利息 还有利润 这都是你的了 我的本金 我收回 剩下这个 你还是拿回去吧 别呀 说好的事 再说了没有你这个本金 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你拿着吧 我当时说跟你要利息 其实就是为了激励你 我知道 拿着吧 说拿回去就拿回去 我可不要那么多 有个事我跟你商量商量 我老在这住着 也不对劲 再说你也不太方便 我还是在外边租个房子住 行吗 行啊 你想租就租呗 还有啊 你能把你这个房子的钥匙给我一个吗 干吗 我不是答应你了吧 那个每天来给你做晚饭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的 那个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打扰你 做完饭我就走 行 有人给我做饭还不好呀 给你 随时欢迎 这样 真的谢谢你啊 这钱 你拿着吧 我真不要 说了就不要就不要 你别放回去吧 你自己留着租房 你不要租房吗 行 那我就拿着 我都记在心里了 这余钟声怎么回事儿 今儿一天了没来 害怕了呗 我跟你说啊 今儿她要是再输 就该给你打工了 输钱哪 来了师哥 四天 四比零 从明儿起 您得给我打工 那就是说咱俩谁输了 谁给谁打一个月的工 对啊 那你知这四天我赚多少钱吗 知道啊 都肯定算好了 这四天 头三天 你卖了五十八个煎饼 挣了两百八十五 昨儿个二十两百 一共四百八五块钱 这四天 我这四天 一共卖了一千三百七 一千三百七 没少卖啊 你知道咱们这条街上 有多少个摊位啊 甭现在数 我告诉你 一共是三十八个摊位 这条街上的摊位 有百分之五十 都是用我送的鸡蛋 你比如什么 鸡蛋灌饼啊 还是冰冷面 还是早上起来 卖豆浆油条的 多点茶鸡蛋 他们所有的鸡蛋 都是我供应的 那你算过 我挣多少钱吗 有意思吗余中生 有意思吗 整个这一条街的鸡蛋 都是从佟姐那拿的 那你知道佟姐的鸡蛋 是从谁那儿拿的吗 佟姐 我老尹 我问你啊 你现在鸡蛋从谁那儿拿的 谁 怎么着 傻了吧 用我告诉你 这四天 我披鸡蛋挣了多少钱吗 我跟你说说啊 这四天啊 我披鸡蛋 不算 不能算 怎么不能算呀 我们说好的什么呀 摊煎饼 谁摊煎饼 挣的钱多谁赢 尹东尹你少跟我耍赖啊 都是他胃上挣的钱 这鸡蛋算不算 他胃上挣的钱呀 咱俩谁耍赖啊 你让大家伙评命里谁耍赖 是不是说的摊煎饼挣钱 谁摊的煎饼多 谁挣的钱多 谁赢 你又要办法 你又要办法 生哥 生哥 没劲了啊 生哥 生哥 消气 消气 是不是耍赖啤 没劲啊 玩得起 输得起啊 十五天 十五天怎么样 什么就十五天 我有十五天了 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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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十五天 一个星期就行 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啊 尹东医 从明天开始 你 给我打工了 你也是 你刚拦着他干吗 你让他弄死我一试试 他有那胆吗 我真应该让他弄死你 我不来那就对了 瞧那怂样 我真的可以知道 她还能够过之后 我产生 然后能够死你 就在那次 他也在那边 这个顺舔在这边 沉哥 你 你这 拿鸡蛋 就是白给的 申哥 这车真酷 这鸡蛋啊送给你了 你不谈鸡鸣了 有那狗东西给我打工 我谈什么鸡鸣 那 你那车呢 鸡鸣车 送给别人了 你说我干了这么多年贪鸡鸣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去批发鸡蛋挣钱呀 其实也没什么 只不过呀 我认识那云三 这可是个大人物啊 你怎么认识他的 问这么多干吗 几点了才来呀 我是老板 你是打工的 你比我到的还晚呀 说给你打工 说什么时候干了吗 少废话啊 搬鸡蛋 等着 好好干啊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比昨天外的少 我饶不了你 你不也是个炼摊的吗 牛什么呀 你比我高在哪儿了 你弄你少废话啊 没工夫给你这儿拼 这利润要比昨天少 我抽你了 轩哥 我帮你好好看看他 看上他啊 轩哥 嗯 给你上件事呗 什么呀 你让云三把批发鸡蛋这事 让给我做呗 你看我这脱下带口也挺不容易的 就算你帮我 这样吧 在尹东义租的那个房子旁边 给我也租建房 没问题 明天我就要了 成 还有啊 千万不能让你弄你知道 得嘞 成交了 慢点啊 还要说 轩 satisf 一里 东北 你刚跟他提过什么呢 我就是跟他说鸡蛋打折的事 他能给你打几折啊 八折吧 那你也帮我买一下 我给你钱 你先就给 我自己去 民众生 快来吃饭 快已经好啊 行呐 你光手新用得呀 小慧 一会儿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一会儿啊 干嘛去啊 管那么多干嘛 那时空现场你自己去吧 不行 别陪我去啊 好 还没洗手呢 先洗个手吧 怎么样啊 今儿挣多少钱啊 拿来收租子来了 今儿一天就剩二十块钱啊 就二十 余中生你爱要不要 少点废话 耍赖皮是不是 今儿 怎么回事啊 让你看着他怎么看的 这一天就剩二十啊 就摊俩煎饼 尹东亦 咱玩得起输得起啊 干什么呀 吃了就爬外是不是 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给我 把钱给 松开我你 你给我 你挺大个老爷们 你别娘们叽叽的啊 不就两百块钱吗 都是他挣的 都是他挣的啊 行啊 尹东亦 没少贪哪 辛苦了啊 尹东亦 你不知道吧 这菊花是我的人 往上盯着你 菊花 她说的是真的吗 告诉他呀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咱俩是不是有事 是不是给他抠绿帽子了 跟他说 升哥 你说什么呢 你忘了 要不 我让云三给你打个电话 让他提醒你 我跟你室友一腿 我就给你抠绿帽子了 你怎么着吧 王菊花我今天我抄 你是不是 你干什么你 打架了过我吗 你 去 尹东亦 你干什么呀 你要干什么呀 余忠生 老子不干了 我跟你摊煎饼的事 到此为止 尹东亦 说话不说话是不是 怎么着 我就耍赖皮 你告我去 你上管理厨告我去 说我不给你打工 你告我去 我不告你 但我得告诉你啊 菊花是我的了 这大绿帽子啊 从头给你抠到脚 行 行 别闹了升哥 怎么了 余忠生 我不生气 我一点都不生气 是吧 你把菊花睡了 怎么了 你别忘了 一小船也被我睡过 尹东亦 你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也被老子睡过 我 你等着 我气死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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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你们到底好好找了没有啊 这么多天找不着 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能不找吗 小川你别急 谁不找了都找了 所有知道的地方全去了 找不着啊 剩些不知道的 你去找不瞎找吗 大海捞针啊 降嘴是不是徐北战 徐北战 你怎么还给我学个降嘴的呢 不是 小川我不是降嘴 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大人兄 说不定都不在北京了 徐北战 你别瞎说行不行啊 小川你仔细好好想想 他跟家里人都不联系了 他跟二姐最好 也不给二姐打电话 二姐都找不着他 你说他能去哪啊 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吧 这大师兄呢 在北京 他得生活吧 而且以他这么好强的性格 他还要翻身 那只有家具行的 可以让他既生存又翻身 而且 还是防古家具 所以我 唐力 备战 我们几个这几天 基本上已经把 北京所有的家具市场 古家具市场 全都转变了 里边没有一件大师兄的作品 是吧 所以从这点来看 我们就可以断定 大师兄 基本已经不在北京了 小川 我先把三星说得特别对 他的家具都不在北京市场 你说他能去哪儿 我现在不做家具了 我天天找大师兄 找不着 不是我们不找 而且大师兄的通话记录 我们也都查了 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 他这个手机号码 就再没有用过一次 不可能 余中生不可能离开北京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 他不会离开北京呢 我不比你们任何人 都了解他呀 好好你了解 你别喊行吗 长寡 刘许峰 咱今天也差不多了 大家都收了吧 好 好 谢谢诚哥 这两天下班时间卡挺准呀 我跟你说小慧 我好像生病了 你生病了 不是这个 要不你跟我回家看看 你就知道了 跟你回家就好了 刘贡 那个我们先走了 一会儿检查好文川啊 放心吧 走吧 来 进来 包给我吧 你看 我是有人给我做晚饭吧 不错 我说你怎么不出去参加任何饭局了呢 这什么呀这是 陈瑶 我很幸运 摇到了一个车号 可是我现在只能买一辆普通的车供你上下班用 请你接受我这份礼物 车的手续和钥匙都在茶几上 车在楼下 碧椅 木槟 士兵特 什么得八九万块钱吧 你看 十五万多呢 十五万多 这绝对是顶派 我看呀 他这段时间是赚着钱了 我看呀 他这绝对不只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肯定是喜欢上你了 行 我别瞎说了 这有什么瞎说 你看你这样 肯定你也喜欢上他了 你是不是给他什么暗示了 小慧 你还乱说是不是